这是个神奇的案件 看这个标题名称就非常的离奇 澎湃报道 澎湃是援引的哈尔滨日报 女高材生致受猫药获刑15年发4000万 网友草翻了 你看这个标题就神奇吧 2022年媒体报道 胡某燕等人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被禁压 上海猫药案引发广泛的关注 2023年6月30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记者从被告人亲属及被告代理律师处获悉 法院时当庭宣判被告人胡某燕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近4000万 其地位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把地铁送进了大牢 就是这个药 据被告人胡某燕的朋友称 被告人家属对此量刑啊 感到非常意外 怎么判的这么重 而被告律师介绍本案的涉案金额为8000亿万 该律师表示本案的争议点在于被告生产销售的药品是属于刑法中规定的伪劣产品 还是只是为货批文进行销售 我们也认可这个药品是未尊批准的 肯定是违法了相关行政管理规定 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刑法中的伪劣产品 猫穿腐是一种在猫和猫之间具有传染性的慢性病 患此病的猫普遍存活时间在15到60天 据媒体此前报道 2019年胡某样改良可治猫穿腐病的化合物JS441524分子氏 此后他尝试申请新受药审批 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 就将该化学物质作为添加剂 添加在已经取得合法生产批文的另一款受药中进行生产销售 2021年的4月 上海警方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将胡某样等人抓捕 警方调查后认定胡某院等人套用清温败毒片生产批一文所生产的传富康 在国内销售金额达于一千余万元 胡某院认为自己制药的初衷是帮助换猫 并没有对换猫产生危害 本以为面临将是行政处罚 没想到会涉嫌刑事犯罪 经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女士表示 受药也是要经过阳格的国家审批标准批准的 在犯罪构成要件当中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生产产生实际的效果 来作为评判依据 更多的是对产品的质量管理规范 造成侵害 咬乱了产品管理秩序 就约为是构成犯罪 上海的女高材生 治受猫药 治绝症被刑拘 2022年的4月起 多家媒体报道显示 胡某市湖南衡阳员 2013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 认为一个人在上海有点孤单 便养了猫 2017年年底 因其养的一只布拉多尔猫 患上了猫传染性腹膜炎 即猫穿腐 他花了上万元通过化合物交易网站 从国外购买的一些化合物给猫咪福荣 前后花费了20多万 猫咪得以痊愈 公开资料称 猫传腐是一种 在猫与猫之间具有传染性的慢性病 患此病的猫是普遍存活时间在15到60天 媒体报道称 因猫某从微信群中得知不少猫 主因买不起这种药而耽误了治疗 也有猫确诊后 阿勒斯的消息 猫某便有了制药的想法 2019年的春天 猫某在网上查到了 JS441524这种化合物的分子事后 便与朋友一起做实验 调试配比 制出了食物 根据胡某自己的统计 JS441524对腐病患猫的治愈率超过90% 成功合成了JS441524后 胡某用自己制出的药给患猫治疗 当时他合成的化合物 在上海爱猫人士圈中 被奉为救命药 花20万块钱救一个猫的病 真的是 很有爱心 面对新受药申请时间过长的问题 胡某咨询后发现 根据受药管理条例规定 JS441524这种化合物 并未在国务院 受医行政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 和其他化合物中 于是胡某决定将 JS441524作为添加剂 加在受药的中程药中 你看他定上中程药了 受药也吃中药 真的聪明 那不应该没问题吗 这些个做受药的七座八座都没事 他怎么会有问题啊 并委托了药企进行生产 但这款治疗猫穿腹的药品 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 2021年的4月22日 胡某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被刑事拘留 警方查明 胡某为非法牟利 火通他人生产含 JS441524化合物真剂 用于治疗猫穿腹病后 并以每瓶约1000元的价格 向国内 向国外加价销售牟利 慢向国外了 胡某以公司名义 与受药生产企业签订协议合同 采取套用受药传腹 康清文败毒骗批文手段 由药企为其生产 非法添加JS441524成分的 传腹康清文败毒骗骗剂 用于治疗猫穿腹 同时委托他人 在江苏南通设立窝点 将猫传腹康清文败毒骗 以1000-1200元不等的价格 对外销售 经认定 传腹康清文败毒骗 海外版国内销售的部分 系甲受药 就在相关报道发出不久后 复旦大学化学系发布情况 说明称经核查 胡某从未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 这又是怎么回事 乱七八糟 胡某被抓后不久 与胡某合作的受药生产企业 相关人员也被警方立案调查 药企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其实与胡某合作只是简单的代加工 胡某找到我们时提到委托我们生产 传腹康清文败毒骗 但是需要我们按照他的方式生产 即我们根据药点上的药方抓药生产 在药品中添加他的添加剂 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是合规的 而且添加剂加后是治疗毛传腹的效果更好 还和我们约定只允许生产 不允许研究复制 双方签订的关于受药清文败毒骗 生产项目协议书显示 胡某公司提到 通过药企生产清文败毒骗 用于市场独家销售 胡某向药企生产工艺路线原料信息支持 清文败毒骗提货单价为1.8元一颗 含碎一盒12例 含主药原辅料成本费用 协议中并未提到添加有关添加剂的内容 李某说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一盒药 他们才20块钱左右 但对外销售价格竟然达到1000多元 2023年的4月7日 胡某案在上海铁路运输法庭开庭 参加庭审的多名旁庭人员向记者介绍 庭审中 胡某认为其生产还有 JS441524添加剂的要求是合规行为 且该产品还获得了美国专利 但对于该说法 检放并不认同 除该情节外 检方还在证据中提供了一组胡某的聊天记录 证据显示胡某曾对团队成员说 他卖到1000元一盒 其他药商卖到四五百元一盒 必须把他们搞下去才能挣钱 同时胡某供述 为此他还指使第三人向警方报案 至少有四人因胡某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被刑事立案 这是什么剧情啊 可能胡某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极力打压竞争对手的罪名 也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多名知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胡某被刑事立案后 与其关联的二十多名企业负责人 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这二十多个人都坐牢了 这一点我有点搞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搞不明白 是吧 不是他自己独家吗 这个怎么还要出现了竞争对手啊 你成本二十多块钱 你卖四百五百不也可以吗 非要卖到一千 还要把卖四百五百的人搞掉 这一点费解啊 有网友讲述了自己在网上买药 最终用较低成本成功治疗毛孙虎的经历 说毛孙虎这个猫的绝症啊 六年前是没得医的 后来有了特效药 在兽医那里一个疗程两个月 两万块钱少不了 后来猫在兽医确诊猫孙虎之后 有爱心的兽医也会叫猫主人网上买 我猫用网上买的药治疗了两个月 用了六千元完全康复了 有网友认为量刑太高 因为动了别人的蛋糕 食品安全 如果这样判 我们食品都安全了 动了别人的蛋糕 说现在宠物医院治疗 猫穿腹少则数千 重则几万 你这几颗药就治好 人家怎么赚钱 没有审批 没有临床试验 没有医药许可证 哪哪都没有 靠自己嘴巴说是神药 未经审批 盈利销售 该判的销售额是八千万 这么高确实有问题了 卖了八千多万的假药 你不合法不审批 你想卖就卖 这也就是宠服物药 如果是人 你们支持他 这样以后都来卖药 你们买 你们吃 出了问题 自己认 不好笑吗 评论区都疯了吗 这个很费解 这点我就不明白 他指使第三人报案 使多名竞争对手 二十多人被刑事立案 就这一条 我就是不理解 这一条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报道啊 他就是有问题 反正没说明白 我给付下盘 就是他一个湖南的女孩 后来呢 复旦说有这个人 又说没这个人 高材生 大聪明 猫呢 得了一种病 叫猫船腑啊 这里有这几个字 猫船腑病 猫船腑病以后呢 他在他他他挺神奇呢 他在国外买了一些个药 给这个猫治好了 花了二十万 治好了以后呢 他就把他这个 治猫的这个方案 他想复制复制出来呢 当初一开始的想法 别人如果也有这种问题 得多着急呀 他们谁都能有二十万呢 我我给我的猫 可以治病花二十万 别人能可以花二十万吗 这家的经济条件 真的也是超好 不知道什么经济背景 这家是什么背景 然后他自己就研究出来 合成出来这个东西了 合成出来以后呢 也试了一下 效果其好 但是等着审批合法手续 时间太长 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了中药这个事 就把他这个药 放到了这个中药里面 给别人一加工 我这个又是中药 然后这个一脉 也不用审批了 这个想法挺好啊 这个我觉得也没毛病啊 也不会出问题 但是这里出现一个插曲呢 就是他指使人举报别人 这个期间呢 他导致二十个人被刑拘 就是二十个人坐牢 那么他自己呢 又被竞争对手呢 反举报 他也被搞进去了 他一粒药呢 成本二十多块钱 卖一千块钱 他的竞争对手呢 卖五百块钱 证明这个东西 不是个所谓的专利药 或者是 赌一份 就是别人也可以 合成出来这个东西 别人卖五百 他卖一千 他觉得这样 不得劲 我吃独家的多好 他等于可能也知道 别人是违法的 他就把别人就举报了 你举报不 那些人也都抓了吗 然后他也被他们举报了 他也被抓了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评论的朋友们就认为呢 他这个玩儿 他就是没有审批手续而已 但是真的可以给猫治病 怎么判的这么重呢 评论区大概是这样的 一种观点 反对他的观点就是 那太可怕了 没有审批 你就给动物吃 你要给人吃呢 你就得了吗 好像是争论的这个事 挺神奇的一个案例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挺厉害 我这个女孩子有多大年纪 报道里没有说他多大年纪 2013年考入的 复旦 那现在也就30多岁啊 我看看这个刑剧是有多少个人的 再确认一下这个刑剧 20多名 就要坐牢 20多名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利刀刑啊 一个开字一个利刀 就是都是要坐牢的 大概率是坐牢 逃生的机会很小的那种 都是利刀刑 20多个人 你这个案件神奇不神奇 我这个标题我都不好起 这么神奇的案件 标题就叫做2013年90后吧 90后这个女孩吧 这个就是90后女孩 研制了这个猫病特效药 自己牟利这个千万吧 好像这里说了吧 看这里啊 说他牟利多少钱 销售一千万 销售一千万 那他的成本这么低 他也几乎都成本的低的可怕 那可能有牟利也有千万了吧 罚4千万 证明还是有很多钱呢 哇天 太神奇了 获刑15年 这个太神奇了 这都不好起这个名字 好 关于这个 这个神药 智猫神药的这个神奇女性的案件 这里有点补充 材料 这个朋友是英文名字 咱也不会读 他说呢 他说之前他说过这个药的问题 他说 虽然这个JS441542能治愈原来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猫穿眼性猫抚膜炎 但因为吉利德一直没有把这个作为受药上市 所以客观上没有人能可以合法的获得和使用这个药物 我家猫患病时 我对相关领域做过详细的调查 国内至少有四个地方在偷偷的做这个药 国际黑市上大部分JS441524都来自中国 洋人的养冒社区里都流传着来自中国的黑市药物可以挽救猫命的传说 甚至一些相关受医的医学论文也提到了他们做研究的药物来自中国 当初我顺着这篇论文里的蛛丝马迹找到了一家国内的生物公司 找到了他们公司老板的电话 试图买药 然后电话就立即被挂断了 这些公司都非常的小心 他们绝不直接对国内的养猫人销售 少数直接做国内生意的也会找个香港的代理人 这个就神奇了 既然能赚钱 这些个人怎么不做呢 就是有人可能有这个专利 评论 这种药不是因为怕影响价格才不用受药的 我就是做受药 国家规定所有人的用药都不准为受用药 动物药的残留影响土质 土养水质 提高人体耐药的毒性 这样的受药滥用 会大幅度的鉴敌人用药的效果 之前是因为管的不严才没判 现在国家几乎都不准 不批准化药了 只允许添加忠诚受药 虽然残忍但必须 评论要是说祖传秘方草药精华 估计就没事了 评论都说在 浩吉利德441的羊毛 反观那啥的穿贷款已经上市了 720一盒 我家的猫猫也得了毛川府这个病 目前比较好买 很多渠道一般都是这个宠物医院给提供 然后让你自己让场受卖家联系 评论 药神他也配 把公开配 把公开配发12块钱成本的药卖到1500 举报搞死低价同行 销售额8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这个药 根本就没有安全的保障 纯纯的仿制药 他也好意思说自己是药神 被判15年都是轻的 真的求求你们不要和犯罪分子共情了 新时代渔情也有一个报道 他这个说的也挺长 他说呀 6月30日 记者从猫药板药神案研发者胡彦 胡红彦 这个人叫胡红彦 好友南瓜处霍西 胡红彦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于当天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审判 胡红彦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天哪 这个人太神奇了 胡红彦这么厉害 我看有他的这个图片 我这个封面新闻也报道了 没有 没有他的图片 这里好像有一张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 很年轻啊 他很年轻啊 我天 好像也曾经在媒体被报道过 这个人 太神奇了 可能这个药治疗 治药不复杂 但是这个专利者 为什么不生产 就是一个谜 这里有有报道 这个报道呢 是北京青年报 冰川思想库里的 由于购药不变 2018年 胡红彦在网上查到一篇 关于JS441524这种化合物 对治疗猫船腑有奇效的论文 当时荷兰的学术期刊 在网站发表了这篇论文 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的一个教授 PEDERESN等研究员 怎么翻译这个名字 这篇论文将JS441524 可治疗猫船腑病的结论 首次公开 这种化合物为JS441524 2018年底 胡红彦从中外文献里得知 他用来治疗猫船腑后 于是他凭借复战大学 化学系研究生的专业能力 他查到这种化合物的分整式 并购买原料 通过实验调试配比制出实物 消息传开后 上百只患猫服用这种化合物 得以康复 胡红彦合成的药物 在上海宠物圈被封为救命药 它被患猫主人们换作药神 这个药不仅在国内市场反应良好 甚至销到国外 川府抗作为受药 受到日本恒兵地方司法局等机构的认可 2019年他改良分子事后 尝试申请新受药审批 在申请尚未获批准的情况下 他与合作伙伴咨询了受药专家后 决定将这种对猫无害的化学物质 作为添加剂 添加在已经取得合法身份的中药 猫就是受药也有中药 添加在里面生产销售 后面的那个事也就这个不多说了吧 因为后面的事 他和竞争伙伴就打起来了嘛 就把相互的举报 最后把他也给举报进去了 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举报了这个事 可能也不容易把这个事曝光吧 是吧 大家可能都不是很光彩 是吧 谁就别说谁了 也就完了吧 是吧 当然大家现在都撕破脸皮了 你说我我说你 大家都相互的说 都举报呗 把我搞里头 我把你搞里头 可能就是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好像开过展会 这个张图片好像是展会上来 挺厉害的 这位这个西世代渔情这里有一点介绍 此前报道 胡鸿燕 因为 他的这个宠物猫得了猫川府 他花了这个 上万元通过交易网站 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药 给猫咪服用了 前后就花了超过二十多万了 那个猫呢 终于痊愈 胡鸿燕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药物 他的名字叫JC376 此后呢 胡鸿燕再次阅读到 关于JS441对毛川府治疗的效果 及安心性的论文 为此 胡鸿燕曾远赴美国 找到了这个药物的这个发明人 以及吉利德公司 谈这个JS441的专利问题 希望能提供这个 希望能可以使用这个JS441 研发针对毛川府的受药 但被拒绝了 为了能让毛川府不再是绝症 胡鸿燕通过公开途径 获得了这个JS441的成分后 自己调制出来了 2019年啊 为了规避专利问题 那么他调制出来了 给猫来使用呢 治愈率超过了90% 为了规避专利问题啊 南瓜曾在报道中介绍 这个南瓜可能是他的好友 化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胡鸿燕 通过整理贵纳自己的实验数据 临墙数据等等 改变了分子式结构 调配出了另外一种 非常接近JS441的新型化合物 虽然效果差一点 但是也能可以治病 2019年呢 胡鸿燕与朋友一起就创立了公司 申请注册新受药 据南瓜介绍 胡鸿燕 曾就新化合物 在国内和美国提出了专利申请 据称2021年12月27日 胡鸿燕提交美国的专利申请 获批 截止目前国内的申请啊 尚未有确切的消息 在我国新受药审批流程 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胡鸿燕曾就和我说 真的要正儿八经的 等到新受药完全合规合法 至少要五年 那这些猫怎么办 等到他们就死吗 在咨询了公司法务 及受药的一些领域的一些专家后 胡鸿燕了解到 在山正齐全的情况下 如果添加物 无害却被受药管理条例 禁止使用 并未降低药效 就可以作为添加剂 添加到自己获批的受药宗 于是胡鸿燕决定将新化合物 以添加剂的方式加入到 以获批准的清温拜毒片 终成药领 就是宗药 他打了宗药的主意 2019年 胡鸿燕以公司名义 委托山东一家受药企业生产出 添加了新化合物的受用 传富康 并以每合1000至1200元 对国内外销售 远销到海外 对于销售传富康的风险 胡鸿燕是做了系理准备 据受药管理条例的规定 受药所有的成分总类名称 及受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 将被认为假受药 成分含量不符合受药 国家标准 或者不明确有限成分的 被认定为猎受药 2021年的4月22日 上海市公安局家庭福音机 以胡鸿燕涉嫌生产销售 伪猎产品罪将它刑事拘留 经上海市农村农业委员会认定 传富康海外版国内销售部分系 假受药 但是这里面的好多的事 还是含糊不清 那不明白 就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桌历者 为什么他们不生产 那怎么他们为什么不生产呢 这里是个什么问题 最早发明的是他们 怎么他们不生产呢 这个还是大火不结 评论 发明的人不是他 第一个忍尽的也不是他 他为了卖高价 把低价的都举报了 最后 把自己也搞里头了 求求你们 你们把你们和他为人大的脑子 如何如何 就是 就是说这些个 这些人取笑同情他的人 很神奇 这个药呢 发明的人是个美国人 但是现在搞不清楚 为什么美国人 不做这个药 那 好像也不同意用这个药 这个药好像有些个风险 有些个问题吧 那现在国内有人就偷偷了 已经在他之前 已经做了这个东西 他是后来者 他最后来者太贪心 他想把别人都灭掉 结果把别人的灭的时候 把自己也给灭 就觉得黑吃黑 有点这个意思吧 现在好像市场还有这种药 不过价格让他这么一折腾 就得降下来了 这个药 然后 只要一个问题